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最近呢有很多人密我的粉絲團問我說 如何才能變成一名空服員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所以現在我要來為你們解答 有很多人密我的Instagram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就是我前兩天才發現 原來Instagram有私密這個功能 對不起我都沒有看到 所以你們有什麼問題還是到我的粉絲團來問我 會比較好 好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大家跟你長大的 然後之後就到美國去讀書了 美國讀完書之後就來到了香港 為什麼來到香港呢 因為那時候認識了一個香港的男朋友 然後來到香港之後就分手了 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來到香港之後就當上了空服員 當初想要當空服員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太多的朋友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覺得說當空服員好像可以隨時隨地回去找他們 我最多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當空服員有沒有需要去補習班 我個人覺得是見仁見智 基本上我沒有去 然後我身邊所有認識的空服員們也都沒有去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害羞的人 或是你是一個比較不常在小團體裡面生活的人 覺得跟人家聊天的時候會很不好意思的話 去那邊其實也可以學習怎麼樣跟其他人交流溝通 畢竟當空服員這個行業呢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是一個teamwork 但是我個人覺得考空服員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be yourself 因為他們要找的就是一個 有你自己特色的人 最重要一點來了 你要當people's person 讓人家容易親近的 然後很親民的人 這樣才是他們所要想找的人 所以你覺得這一點 你有需要去補習班嗎? 我第二個最常被問他的問題就是 欸你們當空姐應該英文都要很好吧 要不然一定考不上的啊 RELAX 不要緊張 最重要的是 基本底子一定要有能夠正常的溝通跟繪畫 如果你是要考外商航空的話 沒錯他們是要全程用英文來做interview的 如果你考國內航空的話 一定要考過一些檢定考 你才能去投考的 我第一輪在小組討論這個關卡的時候 碰到一個英文超級好的人 所以呢 所以呢在整個小組討論裡面呢 他都用非常華麗的句子 還有非常非常難的單字 然後想說可以秀一波 結果沒想到他在第一輪的時候就被刷掉了 那是為什麼呢? 其實考官他們想要找的人 是一個親切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能跟乘客溝通 讓乘客叮咚你在說什麼 還有能夠跟組員溝通的人 並不是一個英文多好的人 你永遠要記得這一點 欸R蔡 對你來說一定簡單啊 因為你會西班牙文啊 是不是多國語言比較好考啊? 其實呢 多國語言只是加分而已 像我的室友 他會英文跟中文 他也一樣考上了 所以我在這邊給大家的建議是 先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之後再去想別的 你要有自信 那一家航空公司比較好 有什麼建議嗎? 這可以講嗎? 還有這種還是要看你們自己想要什麼 因為大家可能想考空服員 不管哪裡都可以 但是你們可能要想一下 一定外商公司的條件 薪水較高 福利較好 但是你有想過嗎? 你想要住在 離台灣遠一點的國家嗎? 譬如說 卡達 最近也在準備英文檢定 不知道投哪一家航空公司好 我建議大家是 如果空服員對你來說就是一個夢想 你就是非他不可的話 我建議你們每一家都去投 你可能第一次沒有中 不要灰心 我身邊有人考了四五次 可能第五次 第六次才中的都有 但是你多去的話 其實你會累積經驗 下一次就會更好 下一次就會沒有這麼的緊張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投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的話 當然他的薪水可能 並沒有像新加坡航空這麼高 卡達航空阿阿聯遊他們這麼高 不過他離台灣很近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出國 不想在外面的話 那當然是建議你 黃航跟長榮是你最好的選擇 所以其實每一家都沒有什麼 真正所謂的好跟壞 只是你自己喜不喜歡 你適不適合 能不能接受而已 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講 其實每一份工作 他都是辛苦的 只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有沒有熱情 你願不願意去做而已 身上是不是不能有明顯的胎記跟疤痕 這個的話 其他的航空公司我就比較不清楚 我知道有些航空公司是非常嚴格的 我之前的前東家 國泰航空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真的很人性 我們公司也是有人有刺青單在衣服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你穿制服不會露出來的話 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蛤阿菜這樣有年齡的限制嗎 因為我已經30歲了 我會不會考不上啊 我當時是剛畢業的時候 過一年就去考空姐了 然後就考上了 我們那一屆有一個空姐還是兩個 都是超過30歲才考進去的喔 聽說有一個還是34歲才考進去的耶 所以這一點上面呢 要看航空公司 那你們也不要太擔心 真的 不要自己嚇自己 阿菜為什麼不當空姐了 嘖 好問題 其實我從來也真的沒有想過要當空姐 但是呢 因為我當時到香港的時候 空姐這個職業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有需求 想要去看我的朋友們 所以才當了空姐 那不當空姐的原因是因為我 非常喜愛電競 很愛打遊戲 在當空姐的同時 也當了遊戲的實況主 最後 遊戲的實況主 還是比較吸引我 所以我就轉職了 最後到這邊跟大家講一聲 有夢就去追 你想要考空服員不用害怕 你就去做就對了 不需要被旁邊的人intimidate you 去面試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乾淨整齊 你不需要太花枝招展 最重要的是你臉上的那個笑容 在進入考場的時候 當你走進去的那一剎那 你就要面帶微笑 不管你去廁所 去哪個地方 你都要面帶微笑 因為考官 很有可能 就在你身邊 再來 熱心助人 親切 這個特質 是必有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特質的話 就算你考上了 你會覺得非常的痛苦 最後 就像我講的一樣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夠了 像有些人去在家讀書會 然後他們會給你一些問題 考官在問的時候 每個人答的都一樣 你不是機器人 他們不想找機器人 所以要有自己的一些些特色 基本的禮貌 尊重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啦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一樣的失去我粉絲團 我會再一一的回答你們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喜歡我的話呢 記得把它分享出去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追蹤粉絲團 跟Instagram 蛤 你說什麼 去補習班是什麼概念 是不是 去補習班就像 就像你去拜拜一樣啊 就有種心安的感覺啊 所以才會去補習班啊 但是你拜拜也不一定會上啊 快問快答時間 請問一下 進入航空業 需不需要去補習班 不需要 那英文是不是要很好 還可以 需要多國語言才能進去嗎 不用啊 哪一家航空公司最好 火胎 長得漂亮是不是很重要 不重要 那你覺得你漂亮嗎 我很漂亮 身高要很高嗎 不需要只要摸得到就好 摸摸摸什麼 摸得到那個 280公分就好 那其他航空公司呢 只有 滑叉跟 叉容 那你不是之前老東家是滑叉嗎 滑叉對啊 那請問老東家的地勤難考嗎 其實還好耶 需要去補習班嗎 不需要 那長得要漂亮嗎 不用 滑叉 可能要有一點 紫色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有紫色 好 我們就在那邊結束囉 掰掰 掰掰 掰掰